欢乐感大吉 年货要配棋 我们不仅给大家年货配棋了 我还给各位配了一个重量棋的来宾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大家安静 仔细听他的回答 过年会看辽石春晚吗 会 用东北话形容自己 就当晚宴吧 小时候最盼望的事是什么 鸭碎鲜 最爱吃的三道东北菜是什么 西湖是炒鸡蛋 还有那个 蒜苔炒肉 还有那个辣椒炒鸡蛋 最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 韭菜馅 说出自己的三个缺点 没有 三个缺点 一个没有 三个缺点 过 今年是什么年 五年 你数什么 我数五年 2022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家人 孩子都幸福平安 春节到了 最想跟家人说一句什么话 我爱你们 好 完了 看你对这个迹象任务的完全度来说 我觉得你无论干什么事都有一句认真 无论如何要把它干得最好 掉两个 还是有瑕疵 有瑕疵是吧 有瑕疵 那 我们就给他放进去 不要晕蓝 Minister 对那个给我 一个不能少 一 一 一 我们都知道 平时你还喜欢唱唱歌 然后还会一些魔法 今天在现场 也不如 manufacturers 展示一下你这方面的学活好不好 那我就转来看两句 还有谁 张雨吧 再来一个张雨啊 随一走 花又落 用心两骨却成空 我的痛 怎么形容 一声爱错放你的手 那味儿来 你带零钱吗 新郎 麻烦罢的那事 零钱我没带 我知道你带着鼻子来 闻味儿来的 扫码就行了 闻味儿呢 哎 哎 哎 过年好 各位 哎 过年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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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怎么这么多人 你看看 太好看了 这旗袍美不满 哎呀 哎呀 你们女同事就要看这美不美 美我也穿不了 我这没用 熟肚子 你别看这旗袍美 我懂 你懂 起来听听 话说 腐顺什么地方啊 满足的故里 旗袍之都 话说想当初 那是在1611年 努尔哈之时建立了八旗旗袍 旗袍就样月而生了 随后经过了数百年 风云变破的发展 这个旗袍就成为了最具中国元素的世界服饰品牌 咱懂 可以啊 跟辽氏鼓鼓掌 继续过大集啦 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杨月 我跟西月呢 还是在辽氏春晚倒计时 欢乐家乡年的现场 我相信呢 大家伙期待的一年的 二零二辽氏春晚 还有四天就要跟你见面咯 嗯 哈哈哈哈哈 哎 呜呜呜呜 eh 你好大家好 呦 先刚 unnatural 这两天 还好 咱接下来咱们活动活动身体 那十一十多关系来说喝 应该运动 我特意为您二位找到了一个高科技产品 来 这是咱们这个传统舞蹈的道具 像嘛 我说一二三 一会二位 头呢就挂起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一二三 鼓老师非常漂亮 天阔你得加油了 天阔 做个格子呀 这会是投影感军的 吴老师成功都把自己给缠了起来 二位现在晃得这么好 咱们增加点难度吧 好不好 还这样呢 咱一边晃的时候 一边给电视的观众 咱们说点实际话的好不好 二位谁先来 元年高升 吉祥如意 吉祥事成 何咬高升 万事如意 虎 inter 名虎天才 金虎送财 入口那福 虎虎升长威 谢谢大家